第1921章布阵,王滕笑道,既然诸位愿意尝试,那便事事好了。随即,众人齐齐联手,一同轰击那扇巨大无边的神门。不朽山主等人浑身的气息节节攀升,可谓是不遗余力,连凝聚的神道符文都记了出来,足可见他们的决心。 杀,众人大吃一生,齐齐出手,共同轰击那神门上的其中一个点,几人的攻击皆都汇聚于此。 轰偶,顿时之间,那巨大无边的神门再度出现一次轻微的震动,却与先前王滕单独轰击之时别无二致。 仅仅一次轻微的震动之后,那神门便再度沉寂,窥然不动。 不朽山主等四位山主顿时面红耳赤,此前王滕一人之力,便令得这神门轻微震动。 而今,他们与王滕联手,全力以赴,竟然依旧只是让这神门轻微颤动一下。 这岂不是说他们根本一点忙都没帮上吗? 我不信打不开这扇门,再来,不死山主大吼,他被困在这下界太久了,迫切地想要进入神界,想要进入更高的位面, 修行更高的武道。 众人再度出手,然而结果依旧固定,接连轰击数次,不朽山主等人终于死心,一瞬间像是突然苍老了无数年,心中最后的一丝期盼也在此刻粉碎。 终究还是扣不开这神门吗?我们此生或许都不会再有机会进入神界了,将永远留在下界,直到寿缘终结,不朽山主等人纷纷心灰意冷,颓丧不已。 神境强者的寿缘也并非永恒,便是神帝都不能永恒,何况他们只是区区真神初期,不能踏入更高的境界,他们的寿命迟早终结,诸位道有也不必如此沮丧,要攻破这神门,其实并非没有希望,只不过需要一些准备罢了。 见四位山主一脸颓丧,王腾忽然开口说道,不可能的,我等联手都紧紧不过让其轻微颤动,要彻底扣开此门,根本没有丝毫可能。 四位山主一脸苦涩,不是事,又怎么知道不可能呢? 王腾闻言笑道,用先前不死山主等人说的话道,听到王腾的话,不死山主等人顿时面红耳赤,感到羞耻至极,以为王腾实在吃笑他们先前的自不量力,不由冷哼一声,拂袖而去。 王腾见状摇了摇头,没有多说什么,转身吩咐周松道,小松,我需要你的阵法帮助。 周松连忙开口道,公子要布置什么阵法? 加持状态的辅助大阵,越多越好,王腾开口道,原本要沿着成神之路返回天旋大世界的四位山主文言纷纷簇眉,回头看向王腾一行人。 见王腾身边的周松开始在神门前布置各种阵法,不由摇头道,辅助阵法再强,对力量的提升也有极限,要开启神门,根本没有可能。 王腾也不理会他们,安静地等待周松布阵。周松以身为阵,阵武双修,他体内便早已练化了无数的辅助阵法。 此刻布阵,可谓信手捏来,翻手之间,一座坐阵法飞快落下,从容有序。 甚至,他的阵法大到精进神速,阵法与阵法之间,竟然以特殊的组合排列,以阵法列阵,这等造诣,就算是王腾现在,也是赞叹不已。 足足半日后,周松足足布下360座大大小小的辅助大阵,终于因为精神损耗太过巨大支撑不住,停了下来。 360座辅助阵法,足够了,王腾开口,虽然,辅助阵法的效果并不能全部叠加,不过这么多辅助大阵同时运转,效果也绝对超过单一的辅助阵法。 天玄大世界的四位山主并没有离去,留在远处观望,想要看看王腾究竟如何来扣关神门。 即便有这些辅助阵法加持,实力提升也有限,不可能扣得开神门,四人相视一眼,心中纷纷想到。 然而下一刻,四人纷纷神情一呆,只见王腾大手一挥,突然之间,在那神门前,顿时浮现出一道道强大的身影。 每一道身影,都散发出恐怖的气息,比他们这四位山主,皆要强大得多。 正是王腾当日度化的古老仙朝的九十尊神之。 这九十尊神之,乃是古老仙朝的精锐弟子,每一个都是天才,比喻深厚,真实修为更是神君境界。 即便如今身处下界,遭受戒与规则压制,依旧保留了真神后期至真神巅峰大圆满不等的修为。 而今,九十尊真神后期至真神巅峰大圆满的强者齐齐现身,散发出来的气息威压,都令得远处四位山主经济不已,纷纷不由得到吸一口凉气。 真,真神,竟然全部都是真神,怎么可能,这些难道都是神荒大陆的真神吗? 神荒大陆,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真神境界的强者?而且还全都是真神后期以上的修为,四位山主彻底傻眼了,眼神当中满是不可置信。 我等拜见公子,为之公子召唤我等,有何吩咐,我等愿为公子赴汤蹈火,生死不息。 九十尊神境强者纷纷双手合十,浑身宝光四溢,环流动着丝丝佛光,神圣不可侵犯。 远处四位山主闻言,顿时全都呆住了。 公子,眼前这九十尊神境强者,各个底蕴雄厚,气息恐怖,竟然全都是眼前这个年轻人的追随者。 顿时之间,四位山主其其道吸一口凉气。 王滕身边,竟然还有这么多的神境强者,而且这些神境强者,竟然全都追随于王滕,这未免太惊是害俗。 呲呲呲,吼,感受到众神的气息,王滕一双长袖之中,先天之龙与赤玲龙蛇也在此冒头。 他们在轮回真界得道波天机缘,已然纷纷泪入神境,疑两者的血脉,实力同样是强横无比。 他们的现身,也顿时引起四位山主的注意,令得四位山主一颗心脏高悬,后怕不已。 讲到先前他们还曾与王滕交手,此刻他们就感觉浑身冷汗直冒,觉得自己等人真正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同时,他们心中惊疑,眼前这个年轻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分明不过天地境界,底蕴却深厚的不可想象,实力强的一塌糊涂,身边更是还凝聚有这么多的神境强者追随左右。 第1922章入神界,看着眼前这九十尊古老仙朝的神境天骄,王滕脸上不由得浮起一抹笑容。 先前他一人之力,便令这神门轻颤。 此刻在有眼前这九十名仙朝的神境强者联手,加上中松的阵法辅助,有很大的希望,可以扣开神门。 启动阵法,所有人,随我一起轰击神门。 今日,我们便杀入神界。 王滕大赤,一声令下,那九十尊神境强者纷纷听令,与王滕联手一同轰击眼前那巨大无边的神门。 同时,周松部下的三百六十重辅助大阵,也立即运转起来,加持众人。 夜无常,封建天地,唐月等所有人,也在此刻跟着出手,出一份力。 远处观望的四位山主见到眼前这一幕,那原本颓丧的心情顿时遏制,只感觉到浑身血脉喷张,激动地浑身的汗毛多立了起来。 我们也来出一份力,他们再次看到了希望,此刻纷纷飞了回来,一起出手。 轰偶,顿时之间,一股股强大的力量,立即汇聚在一起,狠狠地轰向那神门上同一个点。 轰偶,恐怖的力量沸腾,那原本窥然不动的神门,顿时之间剧烈颤动了起来。 神门上,无数颗纹亮起,闪烁出赤胜的光芒,璀璨夺目。 那神门剧烈震动,但是距离开启,依旧还差了一些。 继续攻击,不要留守,王滕大赤,将各种法宝也都寄了出来,轰击神门。 同时,他运转万物呼吸法,不断地积累威势,将众人一次次出手轰击神门的力量以为凝聚起来, 加持己身,浑身的气息越来越强。 众人连续攻击了足足上百次后,那神门终于轰隆一声,被强行震开一丝缝隙。 顿时之间,有浓郁无比的神力因子,从那缝隙中涌出。 给我开,王滕万物呼吸法催发到极致,引导众人的力量,继续轰击同一个点,将那神门缝隙越撑越大。 开了,开了,刺猬山主纷纷惊喜, 那神门的缝隙被撑到足够大,已然可以通行。 而此刻,众人也都纷纷筋疲力尽,王滕也立即目光一盛, 他大修一番,将那九十尊神静强者重新收回神魔令中。 这九十尊得自古老先朝的神静强者,可是他如今手中的一大底牌。 当然要带着他们进入神界,轰偶,然而,就在众人停止攻击后,那神门竟然在此轰隆作响,竟然要主动闭合。 不好,神门要自我封闭,快进去,刺猬山主纷纷面色大变,他们好不容易寻到机会, 联手王藤寇开神门,可以进入神界,怎么可能会错过这个进入神界的机会。 见那神门要自我封闭,立即纷纷大吃一声,冲向那神门开启的缝隙。 王道友,我等欠你一个人情,他日有机会,必定偿还。 我等先行告辞,次人迫不及待,直接一头冲入神门之中,那其中光芒一闪,几人的身形就立即消失不见。 公子,我们要即刻入神界吗?要不要返回神荒,与诸位影子前辈告别,钟松开口问道。 不必了,我此前便已经与诸位影子前辈告别过了,并且交代过楚皇等人关于神门的一些事情。 我们现在变入神界,将来有机会,我们在下借接他们。 王藤当机立断,走,随后,他大秀一卷,江叶千众等所有人都收入神魔令中,防止众人穿过神门的时候分散。 回头看了一眼神荒大陆所在的方向,王藤拱手攻身一败。 随即转身,在那神门重新闭合的瞬间,冲入神门之中。 此番进入神界,他并未带影子见客等人,因为早先的时候,他便已经探过影子见客等人的口风。 影子见客等人早已拒绝随他入神界,我们可以庇护你一时,但却不能一直庇护你。 接下来的路,你需自己去走,未来或许会有那么一天,你会与我们的本尊相遇,到那时,希望你已经可以真正的肩负起一片天。 神荒大陆,灵犬宝地主风怪石区,影子见客似乎生出感应,转头看向天旋大世界的方向,低声说道。 那小子成功闯入神界了吗?影子道士等人也都惊异道,随即众人纷纷嘀咕道,那混账小子,终于走了,我们也总算可以亲近下来咯。 然而,一段时间后,灵犬宝地怪石区,一众影子生灵百无聊赖。 好无聊啊,好想跟那小子斗嘴,好想扁那小子,他奶奶的,真是奇了怪了,你们说我是不是脑袋出问题了? 我刚才竟然有些怀念那个姓王的混账小子了,自从那小子走了后,咱这都安静得跟目的一样了,那小子在的时候老来烦我们。 现在走了,我们倒是落得清净,但却为什么反而不习惯了?啊啊啊啊啊,这个时候要是能扁那小子一顿就爽了,一众影子生灵嘟囊,只感觉烦闷不已。 而此刻,王腾一头冲入那神门之后,只感到一阵斗转心仪,似有一股无比强大的传颂之力,牵引着他,穿梭层层世界避障。 足足历经了半个月的时间,王腾眼前骤然出现一道苍白的强光,下一刻,其身形便一头扎入那片强光之中。 紧接着,王腾就感觉到身上的传颂之力骤然消失不见,一股浓厚无比的天地元气,顿时扑面而来,将他笼罩,淹没。 那精纯的天地元气,不断地顺着他浑身的毛孔,疯狂地钻进他的身体当中,转化成一股股精纯的法力,令得他的法力还迅速充盈。 神界,我进入神界了,哈哈哈哈,王腾顿时目光大盛,惊喜不已,感受到四周浓郁的神界元气,还有那浓厚的神力因子,王腾立即就明白过来,自己已然顺利地进入到了神界。 好强大的天地规则,果然非下界能比,不过比起鸿蒙仙界中的天地规则,似乎还是要弱上许多,也没有鸿蒙仙界的天地规则完善。 王腾仔细感应了神界的天地规则秩序,暗暗与中松体内的鸿蒙仙界中的天地规则秩序进行比较,发现神界的天地规则秩序,果然与鸿蒙仙界的天地规则秩序还是有一些差距。 但与下界那诸天万界相比,神界简直就是天堂了。 第1923章赤炎大鹏,王腾警惕地打亮起四周。 让他庆幸的是,自己似乎并未一头坠入古老仙朝的势力大网之中。 此刻,他所在的地方,乃是一片遗忘无垠的原始密林。 这片原始密林,深邃不已,看上去辽阔无边,以王腾的目立,一眼看去也看不到尽头,仿佛无边无际。 一株株古树挺拔,参天而起,树干粗大,壮实不已,竟然散发出一丝丝沧桑古老的气息,也不知道这些古树究竟生长了多少年,其浓郁的生机,宛若汪洋大海一般。 密林之中,天地元气也浓厚无比,到处都挂着一簇簇苍白的灵物。 这里的灵物,比起下界的灵物,那可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用盼若云泥来形容也丝毫不为过。 这些灵物,比起下界的灵物实在是精纯太多了,蕴含的力量也无比的磅鲍。 王腾冲天而起,想要飞到高空,一窥全貌,从而判断自己究竟所处神界的哪一片疆域。 他对神界的疆域认知,来自于无天魔主的记忆。 然而他刚刚冲天而起,心头顿时生出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不远处一株参天古墓之巅,一头火红色的大鸟双爪如钩,抓在那高松的古树枝盖上,一双赤红的双目,菱形的瞳孔,正紧觉地监察四方。 当王腾从地面冲天而起,那头安静折服的火红色大鸟斗然之间扑腾而下,一双火焰般的翅膀展开,山洞之间深如流星,静直扑向王腾。 那一双金黄色的双爪,如铁钩一般闪烁凌冽的寒光,风锐无匹,足可以穿金链时,朝着王腾抓射过去。 其嘴弯而长,肩部同样风锐无比,锐利的眸子锁定王腾,速度更是惊人。 王腾冲到半空,觉察到危机降临,顿时施展昆蓬急速,瞬间腾挪出去。 空偶,那头火红大鸟双爪抓在王腾方才所在的虚空,那闪烁凌冽寒光的双爪在虚空中拉出几道绚烂的火星。 红颜大鹏,王腾豁然回眸,目光照射在这头火红大鸟上,脑海中无天魔主的记忆翻涌,让他一眼认出这头火红大鸟,赫然是神界的一种凶情,名为红颜大鹏。 顾名思义,这红颜大鹏乃是一种鹏鸟,其凶残程度,比起金翅大鹏更胜。 眼前这头红颜大鹏,身上有神则流转,俨然是一头真神巅峰境界的修为。 此刻,这头红颜大鹏显然是将王腾当成了自己的猎物。 他双爪抓在虚空,与神界那坚固无比的虚空避障摩擦出绚烂的火星以及刺耳的声响。 一击落空,他并未作罢,菱形的瞳孔中倒映出王腾的身形。 王腾而今不过天地境界的修为,落在这红颜大鹏眼中,自然是毫无威胁,被他当作食物。 搜,大鹏展翅,火红的双翅一阵,如烈焰翻滚,其身形如利剑再度冲向王腾。 居居真神巅峰的妖琴,也敢在我面前张扬。 王腾顿时冷哼一声,一头小小的妖琴,竟然都敢将他视作猎物。 没有任何手下留情,眼见这头赤炎大鹏再度袭来,王腾并只成剑,翻手一剑批出,连先剑道都没有动用。 赤圣的剑光如铺,王腾实质化的剑道锋芒,势不可挡,似可切开世间万物。 然而当那赤圣的剑光斩杀在那赤炎大鹏身上,却并未如同王腾想象中那般将这头赤炎大鹏一剑抛成两半,仅仅只是在其身上留下一道触目惊心的血痕。 沸腾的热血从赤炎大鹏胸前洒出,冒着热气。 他张口发出一声愤怒的提名,那两只菱形的血色瞳孔,瞬间收紧,化作两道树线,眼眸之中血光大盛,力气爆发,儼然被彻底激怒。 揪,他长笑一声,声波如浪,穿金烈石,震得虚空荡起一圈又一圈波澜,刺耳的声音让王腾只感觉耳膜都要被震破。 纳赤炎鸟大吃一斩,无数剑羽如飞火流星,杀向王腾。 太乙玄天剑刚,王腾伸手一抓,修罗剑出现在手中,翻手间血色剑光凝聚成血色的剑木,将所有攻击尽数当下,并且反弹回去。 纳赤炎鸟身形极闪,躲避反弹回去的攻击。 王腾手持修罗剑,栖身而上,翻手间一剑斩杀在其脖子上。 这一次,他自身的剑道锋芒,外加修罗剑的锋芒,却是从容将这头赤炎鸟斩首。 一头大鸟原神从其脑袋中冲出,那双目之中满是愤怒,冲着王腾长笑,随即仰天一声长鸣,声昂震天,席卷整片辽阔密令。 不好,他在呼叫同伴,王腾脑海中闪过关于赤炎大鸟的诸多信息。 赤炎大鸟凶残诚性,灵智虽然比不上其他妖族,但是格外团结,而且报复心极其强大。 一旦招惹上赤炎大鸟,便会遭遇一群赤炎大鸟的追击,是神界妖族中最让人头疼的一族。 王腾眼神冷立,大手一抓,将这头赤炎大鸟的原神一把掐灭。 但对方的声音却已经传了出去,空偶,那一眼看不到尽头的无边无际的原始密林之中,陡然尖笑声成天,无数火焰冲天而起。 那并非是真正的火焰,准确来说是光焰。 光焰之中,一头头火红色的大鸟腾空,从远处击射过来。 该死,王腾不由大骂,远远注意到无数赤炎大鸟飞来。 王腾心中立即明白过来,自己此番穿越神门,究竟是穿越到了神界的什么地方。 这里赫然是神界妖族赤炎大鸟一族的领地。 这一族放在神界妖族之中,并不算是最强大的族群。 但是对于他如今的修为来说,却是最难缠的一族。 因为没有哪个妖族的报复心里会比赤炎大鸟族更强。 若是其他妖族,顶多也就会派几个妖族追杀他,追一阵子追不到,也就算了。 但赤炎大鸟却不同,只要被他们记恨上,他们便会死死地盯着你,不断地追踪你的气息,进行无休止地追杀。 除非将其真正杀到恐惧,否则就是不死不休,王腾原本还在庆幸自己此番顺利进入神界,并未一头撞入古老仙朝的势力大网中, 却不想确实落入了妖族赤炎大鸟的领地赤炎密林,并且还被赤炎大鸟盯上。 第1924章身线重围,不能被他们缠上,否则此番我只怕得交代在这里了。 王腾生吸口气,不敢犹豫,选了一个方向,直接施展昆蓬急速,冲了出去。 要知道,这赤炎密林可是赤炎大鸟族的领地,这里不知道有多少头赤炎大鸟。 若是寻常真神境界的赤炎大鸟道也还好,但赤炎大鸟一族在神界虽然不是一流王族,却也是不可小觑的一个强族。 别说是真神境界,就是天神境界的赤炎大鸟也必定不少。 此外,必定还会有神君、神侯,乃至神王。 一旦这等层次的存在出手,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力。 毕竟,这里是神界,可不是在下界了。 在这里,这些存在可不会受到界域规则的压制。 苏,他展现昆蓬急速,瞬息之间便消失在原地。 然而这赤炎密林太辽阔,比起下界一周都要大。 纵然是昆蓬急速,也不可能短时间内穿过这赤炎密林。 而且随着王腾这样急持,还引起了一些其他的赤炎大鸟的注意。 字面八方,无数赤炎大鸟包围过来,吃拉,火红的剑与斩杀过来,虚空铿枪响彻,火星蹦剑。 若是凡间世界的虚空,这些赤炎大鸟一个阵池之间,便可令得成片的空间崩塌湮灭。 王腾身形闪烁,避开一道道赤炎大鸟,但四方汇聚来的赤炎大鸟却越来越多,阻挡前行。 该死,不能拖炎,得杀出去。 王腾面色一沉,他本想依靠昆蓬急速,强行冲出这赤炎密林,并不想跟这些赤炎大鸟纠缠。 但想象很美好,现实确实这些赤炎大鸟支援急速,短短片刻之间,已经有数百上千头赤炎大鸟追击与包围上来。 痴痴痴,一道道钢锋如刀,锋锐无匹,朝着王腾斩杀过来。 王腾面色变幻,这个时候哪里敢有所保留,直接融合四大神魔分身,动用各大底牌,展现巅峰姿态,欲杀出包围。 否则,以赤炎大鸟的残忍,一旦落入他们手中,他连一根骨头都不可能留得下来。 千剑杀戮道,杀,王腾大赤,万物呼吸法催发道极致,五重修罗魔玉也顺势绽放。 他脚踏九曲血河,提着修罗剑,浑身泼添的杀伐力气环绕,冲向前方阻挡的那几头赤炎大鸟。 那几头赤炎大鸟都只是真神境界,是一个突破口。 赤炎大鸟最坚固与锋利的便是其双爪与双翅。 但是在王腾的剑道锋芒以及修罗剑面前,寻常真神境界的赤炎大鸟,却是还承受不起他的锋芒。 千剑杀戮道绽放,以杀戮为核心,血色的剑光犹如道挂的天河一般,飞泻而去,蕴含恐怖无比的力量威势,绝对的杀意,瞬间将那几头赤炎大鸟笼罩进去。 扑扑扑,当那血色剑光所化的飞扑消散,那几头真神境界的赤炎大鸟便是纷纷消失不见,只鱼下一片片滚烫的血雨飞洒。 修罗剑兴奋的嗡名,疯狂吞噬神血,修,大胆人族,胆敢入侵我族,杀我族类,万死难熟。 就在这个时候,远方,一道恐怖的气息急速逼近,同时,传来一道尖锐且充满杀鸡的话语,刺耳不已。 天神,王腾回眸,顿时惊悚,远处一头气息凛然的赤炎大棚果鞋滔天气焰,急速冲来,那气息,分明超越了真神巅峰大圆满。 赫然是一尊天神境界的强者,走,王腾不敢迟疑,转头就走,若对方只有一尊天神,他也不至于转头就走,怎么也得打上一场,正好来掂量掂量自己如今的具体实力。 但赤炎密领中,显然不可能只有一尊天神,神君境界与神侯境界,乃至神王境界的强者,都还没有出现。 若是现在被缠住,等到神君或者神侯境界的强者赶来,他想走都来不及了。 五,连神道境界都还不曾踏入,不过天地境界的凡人而已,也敢闯入我祖领地,敢大包天,带我挖出你的胆来,看看你的胆是否真的可以包那天地。 抢走,给我留下来,那头天神境界的赤炎大棚声音格外尖锐,让人听得难受。 他速度极快,加上王藤前方还不断有赤炎大棚出现,对他进行阻挡,导致双方的距离迅速缩短。 哄,不但如此,在王藤飞顿树西,前方亦有天神境界的赤炎大棚出现,并且不止一人,皆都气息滔天。 节节节节,一介凡人羞事,不够吃啊。 一头天神境界的赤炎大棚发出残忍的冷笑,阴质的眸子盯着王藤,就像是看待食物一般。 刷刷刷,一头头天神将王藤包围,王藤定住身形,面色微沉,最坏的一幕终究还是发生了。 诸位,我并非有意闯入你们领地。 王藤深吸口气,开口说道,心念闪烁,随时准备招出神魔令中九十尊古老仙朝的神境强者。 那九十尊仙朝弟子,全都是神军境界,有的更是神军巅峰乃至神军巅峰大圆满的修为,足以应对眼前的这些真神与天神境界的赤炎大棚。 但这样一来,很可能会直接惊动赤炎大棚族的侯与王。 一旦赤炎大棚族的神侯与神王出手,那他除非是动用左手食指上那一根发丝幻化成的戒指,请剑神谷的那道身影出手,否则今日他插翅难逃。 但,剑神谷中的那道身影,只能为他护道一次。 那是他为那当初在异象中出现的禁忌强者准备的,要是用在这个地方,那实在太亏了。 闯入我族领域,必须死。 王腾的解释果然没有奏效,赤炎大棚皆都凶残诚信,哪里会管你是否有意闯入。 牵前那头被王腾斩杀的赤炎大棚,目光捕捉到王腾便是直接朝他杀来,要将他吃掉,足以说明一切。 搜,没有任何的废话,一头天神境界的赤炎大棚出手,朝着王腾扑杀而来。 足足数十名天神,外加数百上千头真神境界的赤炎大棚,将王腾团团包围。 这就是赤炎大棚族,哪怕王腾只是一个天地境界的凡人修士,在他们眼中根本无足轻重,无甚威胁,但依旧是成群出动。 第1925章激战天神,见对方袭来,王腾顿时目光一鸣,翻手一剑迎击上去。 赤拉,一道赤圣的剑光裹挟石智化的风锐之气,似乎将那神界的虚空都要抠开。 枪,然而,这名天神境界的赤炎大棚肉身实在强悍无比。 这是先天上的优势,其爪如钩,比一些仙金神铁都还要坚固,若是一般的仙金神铁,不可能挡得猪王腾的锋芒。 此刻,赤圣的剑光斩去,那名天神境界的赤炎大棚竟然直接用双爪抓射。 两者触碰,顿时之间迸发出一串绚烂的火星,清脆的金铁交击之声回荡。 靠强的肉身,王腾顿时吃惊,如此强大的肉身,比起人族真的是强大太多了。 他修炼不灭金身,如今距离不灭金身第十二重只差一线,肉身强度估计也就勉强能与对方并肩。 咔擦,那名赤炎大棚爪上用力,将那剑光掐碎。 然而那剑光蕴含不灭剑翼,碎裂的剑光化作无尽剑气,绞杀其双爪,在其双爪上撕开一道道剑痕,令那投天神境界的赤炎大棚怒笑。 你敢伤我,我要生死了你,在你活着的时候,一口一口丹耳之肉。 那赤炎大棚被激怒,杀意更胜,化作人形,持长矛,再度冲杀上来。 王腾目光冷立,剑道全面撑开,他此前在剑神谷,裂化那些剑气,剑道造诣早就今非昔比,此刻不佳掩藏,各种剑道手段纷纷爆发。 犀利至极,在配合那爵士锋芒,已然可以威胁到对方那强大的肉身。 他昆蓬急速太快,本身战斗经验更是丰富无比,尤其是他的战斗本能,经过当初在剑神谷中的那道身影对他展开的生死磨练,他的战斗本能,远远超过他的反应。 再加上万物呼吸法对战场中力量轨迹的清晰掌控,以及心眼领域强大的预判能力,在实力差别不大战斗之中,他完全可谓失利于不败之地。 扑,交手不过数十回合,那名天神境界的强者已然在王腾强大的搏杀手段之下连连受创,肉身剑痕争鸣,鲜血秘秘,然而王腾却是毫发无损。 好灵力的战斗手段,赤红的攻击全都被他预判到了。 此周其余的赤炎大鹏纷纷吃惊,没想到眼前这个人连神境领域都还不曾踏足的人类修士,竟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竟然可以跃及正面英风天神境界的存在。 他们妖族天生肉身强大,就算是其他同境界的人族修士,都往往不是他们的对手,结果此刻,眼前这个人类,竟然跨越两个大境界,以天地境界对战天神而不落下风,反而压制住了拥有天神出其修为的赤红。 此人不简单,身上的岁月痕迹很是浅薄,不过天地境界就能跃及压制天神境界的赤红,必然是人族的妖孽天才,一起杀了他。 人族日益张狂,尤其是那仙朝,昔年还有一个与之千知对抗,十万年前那摩亭之主陨落在仙朝围攻之下后,摩亭便被仙朝击散,如今那仙朝四处扩张,意图统一神界,对我妖族各部的打压也。 也越是凶狠,人族的天骄,见一个就该杀一个,否则未来便是我妖族大患。 那另外几个天神境界的赤岩大鹏虽然说道,随即纷纷出手,一同杀向王鹏,对于赤岩大鹏一族来说,他们却是丝毫不介意杀鸡用牛刀。 见又有几头天神境界的赤岩大鹏出手,王鹏顿时面色一变。 同时,他也听到了这几头天神境界的赤岩大鹏刚才的话。 古老仙朝竟然狼子野心,妄想统一神界,做神界唯一的主宰。 妖族各部,也都遭受仙朝的打压,如今对仙朝也可谓誓愿生在道,敌势不已。 这一了解,让王鹏顿时不由得心思火落,不过此刻,他却没有时间多想,数尊天神同时杀来,并且各个肉身强大,容不得他大意。 他目光一动,没有再与他们纠缠下去的念头。 即便他仗着万物呼吸法,无惧他们的围攻,但是万物呼吸法也终有极限。 继续拖延下去,对他并没有好处,他身形闪烁,避开那四方杀机,随后大手一挥,顿时之间一道道强大的气息立即冲了出来。 赫然是被他收入神魔领中,一同带入神界的那九十名仙朝弟子。 空偶,这些仙朝弟子,如今没有了戒御规则的压制,修为气息真正的全面爆发。 每一道气息,都雄魂强大,比起一般的神君,都要强大一些。 因为,这些仙朝弟子,都不是寻常的仙朝弟子,是精锐,是天才,天赋过人,潜力巨大。 不然的话,这些人也不可能被秦长生邀请,收到麾下。 这些人,每一个放到外界,放到神界其他的一些大宗门,都可以说是一等一的天骄。 毕竟,仙朝和其庞大,神界三千大洲,仙朝几乎独占其半,另外一半,被神界其他的势力分割占据。 所以,仙朝究竟与掌握有多少人口,不可估量,不可想象,在这不可估量,不可想象的庞大人口中,又有多少修士。 单位恐怕得以逸,十亿来计,在这无数修士中,经过层层考核,才能进入仙朝成为外门弟子,内门弟子,核心弟子,以及嫡系真传。 而这九十人,就是嫡系真传,有资格修炼大日灾节系列神通嫡系真传,嫡系真传中的佼佼者,便有资格参加考核,成为圣子候选人,然后参加圣子争夺战,争夺圣子大卫。 只是,圣子大卫的争夺,过于残酷,一代只能有一名圣子或者圣女。 这九十人,因为修行尚晚,修为境界也略低,没有资格成为圣子候选人,未能参加仙朝这一代的圣子争夺战。 但是他们的天赋与实力,却依旧不容忽视,此刻,这九十名仙朝嫡系真传,回到神界,失去界域规则压制后,修为气息全面绽放,神军境界,尽显无余。 每一个人的气息,都无比的强烈,其中更有九尊神军巅峰大员满修为的强者,更是威势无双。 九十人横空而立,围绕王腾,散发出来的气息威势,压得四方那些真神境界的赤严大鹏凶残的眼神中露出经济之色。 那些天神境界的赤严大鹏也色变,杀向王腾的攻击,被从容化解。 仙朝嫡系,众赤严大鹏认出这九十名仙朝嫡系真传的特殊服侍与妖间令牌,顿时纷纷经济不已。 乌弥陀佛,公子宅新人后,普渡天下,无量功德,而等灭障,竟敢对公子出手。 杀心沸腾,实在不应该,还是速速皈依公子,狄亲罪孽吧。 第1926章重重包围,看到这九十尊神军境界的仙朝嫡系天骄,赤严大鹏族的诸多生灵顿时纷纷面色大变。 神军境界的强者,而且还是古老仙朝的嫡系天骄,底蕴深厚,实力强大,绝对不是眼前这几十头天神境界的赤严大鹏与几百头真神境界的赤严大鹏能抗衡的。 那一股股强大的气息威压,便令得那些真神境界的赤严大鹏们纷纷压力山大。 你竟然是古老仙朝的人,那先前最靠近王腾的几头天神境界的赤严大鹏纷纷纷朝后拉开了一些距离,盯着王腾的眼神中纷纷浮现出更加赤圣的杀鸡,还有仇恨的光芒。 古老仙朝企图统一神界,独霸天下,对他们妖族的打压尤为强烈。 他们赤严大鹏族这些年也遭受到古老仙朝的压迫,对于古老仙朝的人自然是痛恨不已。 王腾并未召唤出九十尊神军之后,便立即让他们带着自己杀出去。 他之所以召唤出九十尊神军,一是为了抵挡那些天神,二是为了给自己争取一点话语权。 一个凡人天地,在这赤严大鹏族的强者面前,显然是没有资格多说什么的。 他的万物呼吸法与心眼领域,早已称开到极致,早已感觉到,这赤严密林中,已然有神军与神侯境界的强者的气息,正在迅速靠近,且蓄势待发。 此外,他还隐约地感应到,在这赤严密林更深处,有数道可怕的目光正在盯着他。 王腾心中顿时一领,他很清楚,那暗中盯着他的几道可怕目光,必定是赤严大鹏族的神王境界强者。 如今他可谓是深陷赤严密林中,深陷赤严大鹏族的领地腹地,已经惊动了几乎整个赤严大鹏族。 不提眼前的这些真神与天神,那些迅速迫近的神军与神侯,还有暗中注视的神王,纵然他此刻第一时间下令让那九十尊先朝天交为自己杀出血路,也不可能成功突围。 一旦如此,情况将彻底不可控制,赤严大鹏族的神侯与神王,瞬间便可将他追上。 只是千分之一个刹那,王腾便做出了决定。 他让那九十尊先朝嫡系天交按捺不动,只守护在旁,开口说道,我并非古老先朝之人,事实上,我与古老先朝之间,有着不死不休的仇怨。 看到了吗?这些人,他们都是古老先朝的嫡系真传,各个底蕴身厚,实力强悍,不过而今,却被我收服。 如今古老先朝也心勃勃,企图一统神界,而等妖族,也都遭受先朝欺压,先朝行事,何等霸道,你们应该已经深有体会,一旦先朝真的统一了神界,你们以为,你们妖族还能安好。 到时候,你们赤严大鹏一族,恐怕便是连这一片赤严密林,都保不住,各大神界都将没有你们的立足之地。 更甚至,你们赤严大鹏一族,还可能会沦为先朝作祭。 我与你们有着共同的敌人,我们应该是同道中人才对,如何能互相杀伐。 王腾面对无数赤严大鹏的包围,此刻依旧身躯挺拔,目光环顾四方,朗生说道。 听到王腾的话,赤严大鹏一族的那些个天神顿时纷纷冷笑出声,你一个小小凡人天地,竟然你也口出狂言降服先朝神君境界的嫡系真传。 你当我等都是三岁小孩,灵智不化不成。 抓刷刷,远处,赤严大鹏族的神君与神侯纷纷激舍而来。 我族神君与神侯道了,结结结结结,人族的小子,你的死期道了。 那些天神境界的赤严大鹏注意到族中强者降临,顿时纷纷兴奋起来,方才对于王腾身边那九十名神君境界的强者的忌惮,顿时烟消云散。 神君又如何,先朝嫡系又如何,在他赤严大鹏族的领地,休想活着出去。 数十尊神君,九尊神侯,纷纷降临。 这当然并非是赤严大鹏族全部的神君与神侯境的力量。 赤严大鹏族虽然不是妖族最顶尖的部族,但是也算得上是一大强族。 若是只有这点抵御与实力,早就被扫平了。 来的只是一小股的强者而已。 数十尊神君与九尊神侯,化作人形,降临在王腾四周,将其包围。 王腾环视一眼,身体依旧站得笔直,看上去面不改色,实则内心慌得一批。 到了此刻,若是这次严大鹏族真的铁了心要诛杀他,他也只能动用剑神谷的那个底牌了。 虽然那个底牌他是为那一项中出现过的传说中的禁忌存在准备的。 但若是此刻连性命都保不住了,那还谈什么以后? 度过当下之节,才是最紧要的。 当然,这只是最坏的准备,迫不得已的做法,但凡有点可能,他就不会动用这个底牌。 这是他最大的杀手锏。 赤炎大鹏族的神君与神侯降临,并未立即出手震杀王腾,而是上下仔细打量着王腾。 区区凡人天地境界的修为,竟能悦及压制我族的天神,这份天赋与潜力,在人族之中,也属罕见。 此番面对我等重重包围,还能这般泰然自若,勇气可加。 身边竟然跟着九十尊仙朝嫡系真传护卫,看来你在仙朝地位非同小可,是仙朝哪一脉老祖的传承者不成。 若你真是仙朝哪一脉老祖的传承者,此番我等还真不好对你出手,毕竟你仙朝的老祖,我赤炎大鹏的确还得罪不起,也只能放你回去。 说吧,你是哪一脉老祖的传人。 一个神侯境界的强者盯着王腾凝视了一番,随后语气悠悠地道。 王腾的元神早已达到具现境界,此等境界的元神强度,元神之力更是澎湃不已,感知敏锐,此刻清楚地感受到了对方暗藏的杀鸡。 对方嘴上说着若他是仙朝哪一脉老祖的传人,便放他离去,得罪不起仙朝老祖,但实则杀鸡内藏。 以他先前从那几个天神境界的赤炎大鹏族强者交谈的信息来看,赤炎大鹏一族对古老仙朝的仇恨极其强烈,若他真的承认是仙朝某一脉老祖传人,只怕他的下场会比死亡更惨。 因此,王腾根本不为对方的话语所动,坚定自若道,我说过了,我非仙朝之人。 这些仙朝嫡系,乃是我以大神通收服,你们难道感受不到他们身上流转的特别气息吗? 第1927章记上心来,嗯? 听到王腾的话,那赤炎大鹏族的众人顿时纷纷目光一闪,从王腾身边那些仙朝嫡系身上感受到了淡淡的佛力流淌。 圣洁无暇,好纯净的佛力,赤炎大鹏族的众人纷纷目光一鸣。 诸位,我先前所言,据都真实不虚。 我们都有着共同的敌人,正所谓敌人的敌人,烈士盟友,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共击仙朝才对,岂可兵戎相见。 王腾再度开口道,赤炎大鹏族的九名神侯皱眉,将目光从那九十名仙朝嫡系弟子身上移开, 重新落到王腾身上,虽然他们身上的气息的确有些古怪, 不过,凭你一个小小的凡人天地,又如何能收服神君境界的仙朝嫡系真传? 你莫非真以为我足好骗不成? 王腾文言嘴角一先,道,我一介天地,自然没有能力收服神君境界的仙朝嫡系真传。 不过我做不到,我身后的人,难道也做不到吗? 王腾内心慌乱,表面则是淡定的一批,一副气定神贤,老神在在的样子。 他并没有将自己来自下界的真相突出,有所保留。 而是转变话语,言称这些人乃是他身后之人所收服, 这也是在给自己增加筹码,暗示对方,自己背后有人。 听到王腾的话,四周赤炎大鹏族的强者顿时纷纷目光闪烁,颇有几分信以为真。 以王腾如此天赋与潜力,区区天地就能压制他赤炎大鹏族的天神静族人。 要说其背后没有一个强者指点,他们是断断不会相信的。 而能教导出这样一个绝世妖孽,其背后的人自然也不容小觑,镇压几十个神君,倒也不奇怪了。 王腾见状趁热打铁,道,事实上,我此番来到此地,便是为了与你们赤炎大鹏一族结盟,共鸡仙朝。 哼,这些都是你的一派之言,具体如何,谁能作证。 更何况,要与我赤炎大鹏族结盟,就凭你,也配。 一尊神喉冷哼道,宽唯不屑,诸位,我虽然现在修为尚浅,但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眼下光景,代表不了未来。 况且,我此行前来,乃是带我师尊前来结盟。 王腾不卑不亢道,左卫结盟,他其实不过是灵机一动,为了摆脱眼前的危局罢了。 不过,若是真能结盟赤炎大鹏一族,那么自己在神界就有了根基,有了支持。 你师尊是谁,若他当真想要与我族结盟,那便应该亲自来此,如此才有诚意,派你一个小小的凡人天地前来,谈什么诚意,说什么结盟。 那尊神喉谋光开合,淡淡地道。 王腾面带微笑,道,师尊正在谋划一桩针对古老先朝的大忌,暂时不便出面,所以才让我来走这一趟。 至于结盟的诚意,你们大可不必担心,我是我师尊最疼爱与真实的弟子,是我师尊的掌心肉,他让我前来,这份诚意,日月可见。 那神喉冷哼,说来说去,你师尊到底是何人? 王腾顿时神情疑速,目光一鸣,脑海中思绪分涌,道心五重天的心境令他智慧大开,千万算计刹那之间,审声道,家师身份,不能让太多人知晓。 我要见令族之王,王腾斗然郑重,并口口声声,称要见赤炎大鹏族的神王。 主动要求见赤炎大鹏族的王,这无疑让他先前的结盟言论更加真实了一些。 而且,赤炎大鹏族的众人,自然也不担心王腾逃走。 见了他赤炎大鹏族的王,在王面前,任凭眼前这个凡人天地,有何诡计,都是虚妄。 想要逃走,更是毫无可能,不过,哼,我族之王,岂是你说要见,便能见的。 一尊神猴冷亨,眼神中浮起一抹残忍之色,既然你不愿意说,那便去死好了。 话音落下,这名神猴直接便要出手,将王腾震杀当场,将赤炎大鹏一族的残暴血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王腾见状,顿时心中大惊,但表面上依旧镇定,长声道,浩瀚神界,唯有我师尊有抗衡先朝之力。 放弃于我师尊结盟,他日仙朝杀来,而赤炎大鹏一族,唯有灭族与沦为仙朝坐骑两条路。 神猴境界的威压,对于如今还只是天地境界的王腾来说,实在太强大了。 纵然他在妖孽,也不可能是神猴的对手。 那尊神猴,当真干脆利落,杀法果断,翻手一掌直接朝着王腾头顶压来,强大的气息威压倾泻在王腾身上,神通未落,已然令得王腾肉身几乎要炸开。 在那尊神猴身边,四方的其他神猴,却都神情漠然,根本没有要阻止的意思。 王腾心头大骂,眼前这些赤炎大鹏族的神猴果然不好忽悠,丝毫不安常理出牌,亦或者说,杀法就是他们的常理。 当那掌印就要彻底镇压下来,距离自己头顶不过三尺之时,王腾咬了咬牙,正打算激活左手无名纸上的戒指, 幻醒见神谷中的那道身影,度过眼前这一劫的时候,突然之间,一道洪亮的声音陡然从密林深处传来, 驻守,洪亮的声音,犹如惊雷乍响,蕴含无边威严,更是由恐怖的力量宣泄,令得那尊神猴杀像王腾的一掌, 默然顿住,然后轰然溃散,带他来见我,随后,那道话音再度响起,平淡的话语之中,却带着不容置疑, 一言一语,言出法随,威严无双,大王,那出手的神猴顿时面色一变, 然后恭敬地冲着声音传来的方向一拜,是,随后,那尊神猴转回身,冲着王腾道, 哼,你运气倒是不错,大王要见你,跟我来吧,说吧,他身形一晃,朝前飞去, 此周另外的那些神君与神猴则是依旧为在王腾身边,王腾此刻自然不可能逃跑, 那跟着死没有区别,他大秀一挥,重新将那九十尊神君境界的仙朝嫡系真传收回神魔令中, 跟着那尊神猴前往密林深处,拜见赤岩大鹏族的大王,那些真神境界的赤岩大鹏, 则是没有再跟随,各自散去,第1928章我诗无天, 幽暗密林深处,有着无数院落,一个清幽的院落中,说吧,你的师尊是谁, 院落中,一个八尺身材的中年男人,正打理着院落中的药谱, 他身材魁梧,面容却是颇为的俊秀,可称风神如玉, 他这一席轻衣,此刻身上的气息平和,丝毫没有其他那些赤岩大鹏的凶狠残忍之气, 倒像是一个魁梧壮硕的儒生,这扮相与气质,与他的身材实在有些违和, 抓刷刷,一道道强大的气息,忽然纷纷落入院子当中, 竟然全都是神王境界的强者,拜见大王,那些神王落入院子当中, 扫了一眼王藤,随后冲着那儒生打扮的中年男人行礼拜见, 中年儒生放下手中的水壶,直起身来,淡淡笑道, 诸位长老也来了啊,随后,他的目光落到王藤身上, 你方才说,代替你的师尊前来与我赤岩大鹏一族结盟, 还说当今天下,唯有你的师尊可与新朝抗衡一二, 本王倒是有些好奇,说吧,你的师尊究竟是谁, 王藤环视一眼院中众人,沈声道,人太多了, 请大王秉退一些,哼,人足小辈,大王愿意见你, 已经是你天大殊荣,你还敢提要求,想找死吗? 那名带着王藤来到院子中,先前曾向王藤出手的神侯双目一宁, 韩声道,王藤身体笔直,不卑不坑, 那中年如生见状忽然一笑,好气魄,好心性, 随即,他目光扫了一眼院子当中的那些神侯, 挥了挥手,那名神侯见状,不敢再言, 但是看向王藤的眼神却是不善, 随即与院子里的其他神王境界以下的强者一并告退, 说吧,院中余下人等,乃是我族的几位大长老, 是我族的支柱,你可放心。 中年如生淡淡的道,平和的言语之中, 却是透露出强大的威严。 此周那七名神王境界的大长老也都看向王藤, 眼神淡漠。 王藤当下不再迟疑, 将心中早已算计好的说辞道出, 家师,摩庭之主。 吃啦,话音落下, 院子当中众人的目光顿时赤胜, 一道道锐利的目光, 豁然照射在王藤身上, 你说什么? 一股股恐怖的威压, 顿时如潮水一般压向王藤。 王藤以万物呼吸法扭转威压, 方才薅瘦一些, 没有弄得一身狼狈。 他似没感觉到众人那赤胜的目光, 与那潮水般的威压, 再度开口道, 家师,摩庭之主, 无天摩主。 你在戏弄本王, 你好大的胆子, 那中年如生顿时大怒, 呼吸之间, 莫大的压迫压向王藤。 哪怕王藤以万物呼吸法也无法及时扭转, 他心中顿时一惊, 这绝不只是神王境界的气息压迫, 赤炎大鹏族的这位大王, 竟然是神皇。 咔嚓, 王藤所立之地军裂, 可怕的气息压的王藤浑身的骨头都像是要碎掉了。 摩庭之主无天摩主, 十万年前便已经遭到仙朝设计与围攻致死, 此后无天摩主所创建的摩庭, 也早已被仙朝扫灭, 七十二摩神也遭到仙朝长达数万年的追杀, 如今早已销声匿迹, 你一个小小的凡人天帝, 竟然声称是无天摩主的弟子, 当本王好骗不成。 中年如生双眼微眯, 韩生说道, 王藤早已预料到这一幕, 当即也不隐藏, 直接动用神魔分身。 饕餐、猪雀、青龙、 昆蓬等四大神魔分身, 纷纷浮现出来。 大王应该认得神魔分身吧, 王藤咬着牙底抗中年如生身上散发出来的可怕威压, 张口吼道。 赤炎大鹏族乃是妖族一大强族。 而新年的摩庭, 在神界则是一个可与仙朝抗衡的巨拨。 摩庭之主, 无天摩主, 更是神界几位至强霸主之一, 纵横神界先锋匕首。 十万年前, 古老仙朝为了除掉无天摩主, 利用仙朝圣女, 设下颇天计谋, 部下重重决阵, 最后仙朝老祖启动, 三十六尊活化石联手, 无数仙朝强者操持阵法, 联手为攻, 尚且被无天摩主杀得血流成河, 最终因为历劫, 方才无力匹敌, 不甘自曝, 从此陨落。 这件事情, 轰动整个神界, 绝不为无天摩主的可怕战力所震撼。 到了今天, 古老仙朝也心不再掩饰, 企图弃吞神界, 一统神界, 做神界真正的霸主, 疯狂扩张, 吞噬八方。 有多少人还在念叨着无天摩主之名, 感叹若是无天摩主尚在, 那仙朝又怎敢这般肆无忌惮地扩张与征伐。 而此刻, 王腾竟然说其师尊是无天摩主, 联系王腾前面曾说, 其师尊正在暗中谋划一项针对古老仙朝的大忌, 赤炎大鹏族的大王以及院中诸位赤炎大鹏族的大长老, 又如何能信? 无天摩主都已经死了十万年了, 王腾自称无天摩主之徒, 还说什么无天摩主在谋划大忌, 针对古老仙朝, 岂非一派胡言? 然而当王腾战放四大神摩分身, 顿时之间, 院中的众人顿时瞳孔一缩。 神摩分身术, 这是无天摩主的绝学之一, 此法特征明显, 以十大太古凶兽作为分身, 如此特征明显的绝学, 他们自然能够认出。 这门绝学, 早就随着无天摩主的陨落, 以及摩庭的覆灭, 而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此刻王腾却另其在线, 顿时之间, 院中的众人心中立即震撼不已, 那压迫在王腾身上的恐怖威压, 此刻缓缓收了回去。 的确是神摩分身术, 中年如生, 及赤炎大鹏族的大王名是王腾, 你当真是无天摩主的传人。 若大王还是不信, 再看看这个如何, 王腾体内法力喷涌, 翻手之间, 太古神魔诀中的各种神通宝术绽放。 太古神魔诀, 以及神魔分身术, 这是无天摩主的成名绝学, 几乎是无天摩主的标志。 见王腾施展出来的太古神魔诀, 以及其中各种神通宝术, 加上神魔分身术, 院子当中的众人顿时纷纷相视一眼, 心中已然相信了几分。 但他们心中却依旧有着诸多疑虑, 虽然王腾的确传承了无天摩主的绝学, 但无天摩主却在十万年前便已经陨落, 这其中实在蹊跷, 叫人怀疑。 第1929章金蝉脱鞘, 看到王腾接连施展出神魔分身术, 以及太古神魔诀, 中年如生与院子当中的诸位赤炎大鹏族的长老终于相信了几分。 众人神情动容, 相视一眼, 眼神中皆露出惊异之色。 呵呵, 神魔分身术与太古神魔诀, 此为无天摩主西年的两大绝学, 你既然练成了无天摩主的两大绝学, 本王相信你的确是无天摩主的弟子了。 千前之事, 皆是误会, 还请小友不要放在心上。 中年如生谋子当中金芒浮动, 随后突然面战笑容, 开口说道, 事实上, 王腾与他们赤炎大鹏族也并无多大恩怨, 并非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既然王腾的确传承了无天摩主的两大绝学, 的确有可能是无天摩主的弟子, 他们也没有必要非要去杀了王腾。 毕竟, 杀了王腾, 他们并不能得到任何的好处。 而如果王腾真是无天摩主的传人, 而且王腾方才所言都是真的, 那么无天摩主很有可能便还活着, 他们将因此而得到一个强大的盟友, 共同抵抗古老仙朝。 无妨, 家师十万年前遭受古老仙朝算计迫害, 世人皆以为家师陨落, 大王方才会对我有所怀疑, 此在情理之中。 王腾意念露笑容道, 见赤炎大鹏族的大王与院子当中的诸位长老纷纷相信了几分自己的话, 王腾心中也暗暗松了口气。 能够和平解决赤炎大鹏族的这一个威胁, 总归是好的。 多谢小友宽宏大量, 不过, 既然如今误会化解, 我赤炎大鹏一族也不能不知理数。 来人, 准备晚宴, 本王要招待贵客, 中年如生淡淡吩咐一声, 他的声音传递出去, 片刻功夫, 便有人被好酒宴, 王腾此刻自然不能推却, 与赤炎大鹏一族的大王以及诸位长老一同入席。 还不知小友明慧, 中年如生此时神情温和, 颇有几分儒雅, 开口问道, 王腾目光为动, 略作私存, 并未隐瞒姓名, 道, 在下王腾。 中年如生又道, 方才小友曾说, 吴天前辈正在谋划一桩针对古老仙朝的大忌, 如此说来, 吴天前辈还活着。 此言出口, 酒桌上, 赤炎大鹏一族的中尉长老也都立即纷纷看向王腾, 竖起耳朵倾听。 王腾微微一笑, 不动声色道, 家师自然活着, 否则又怎会令我前来与赤炎大鹏族结盟? 我知道你们心中仍有疑虑, 毕竟外界传闻, 家师早在十万年前便已经陨落在古老仙朝的算计与围攻之中, 这十万年来都不得家师音讯。 不过, 家师是何等人物, 何等手段, 尤其是这般轻易就陨落在古老仙朝的算计之下的。 说到这里, 王腾神情之中自然而然浮起一抹巨傲之色。 轮到演技, 他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天才, 不输于任何人。 此刻他神色之间浮现而出的这一丝巨傲之色, 可谓是恰到好处, 尤其是其言语之中那夹带着的得意与自豪, 都不似虚假, 令酒桌上的众人心中怀疑再度削减几分。 七年, 古老仙朝设计算计家师, 部下重重绝世凶阵, 古老仙朝老祖齐栋, 三十六尊活化石纷纷出手, 还有无数仙朝强者, 围攻家师, 但一时之间, 却也难以镇压住家师, 被家师杀了各血流成河。 若非最后, 家师历劫, 古老仙朝都将被家师杀穿。 说到此处, 王腾语气顿时一力, 霸气绝伦, 豪气甘允。 那最终, 吴天前辈又是如何脱困? 我等听闻, 当年吴天前辈可是被仙朝强者逼的自豹而亡。 一名赤炎大鹏族的长老开口道, 自豹而亡, 那不过是家师的金蝉脱鞘之计, 王腾淡淡地道, 金蝉脱鞘, 听到王腾的话, 赤炎大鹏族的众人顿时纷纷面色变换。 王腾融合了吴天魔主的记忆, 对于当时发生在吴天魔主身上的事情, 可谓是了如指掌, 要借此创造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并非难事。 只见他侃侃而谈, 表面上根本不见丝毫紧张, 道不错, 便是金蝉脱鞘之计。 当时家师身陷重围, 站至最后, 又身心疲惫, 力量衰竭, 可谓绝境。 但家师一代霸主, 又岂会甘心就此陨落? 给仙朝如此算计, 为杀, 他对仙朝的愤恨, 早已不绝不休。 最终, 家师选择了自暴脱身, 但自暴的, 却并非是家师的本尊, 而是个大神魔分身。 借助神魔分身自暴, 强大力量搅乱时空, 撕裂时空, 家师顿入时空裂缝之中, 成功逃脱。 当然, 家师虽然活了下来, 但是在那一战中, 也元气大伤, 所以这十万年来, 家师都在闭关疗伤, 恢复元气。 而今, 家师已然重灵巅峰, 当卷土而来, 扫灭古老仙朝, 还神界一片安宁。 王腾声音愈发澎湃, 说到最后这一句话的时候, 王腾眼神之中更是带着一抹狂热之色, 执教酒桌上的赤炎大鹏族的众人热血澎湃。 中年如生与酒桌上的诸位赤炎大鹏族的长老纷纷相视一眼, 眼神中皆有金王闪烁, 心思极转, 寻找王腾这一番话中的漏洞。 但王腾融合了吴天魔主的记忆, 从某些方面来说, 他其实就是吴天魔主在世。 他说的话, 自然不会有任何的漏洞, 其中捏造的信息, 比如吴天魔主自爆神魔分身, 令得本尊富商逃离, 这种事情, 别说是他们难以分辨真伪, 就算是古老先朝的人, 都未必能分辨出来。 毕竟, 当初那一战, 实在惊天动地, 那最后吴天魔主自爆, 力量太恐怖, 古老先朝的三十六大活化石都不敢太靠近, 被那恐怖力量震得纷纷横飞出去, 甚至有人因此遭受重创, 留下后患, 至今都还没能痊愈。 所以, 当时并没有人可以肯定吴天魔主当时自爆的是本尊, 还是只是单纯的神魔分身。 不过通过那自爆的威力, 古老先朝的活化石们认为自爆的应该是其本尊, 否则不可能这样恐怖。 加上后来先朝扫灭魔庭, 都故曾有吴天魔主现身, 这才笃定当时自爆的应该就是其本尊。 第1930章心怀鬼胎, 一番分析, 赤炎大鹏族的众人并未发现其中的任何漏洞, 对于王腾所言, 便是彻底相信。 顿时之间, 赤炎大鹏族的诸位长老纷纷掩路精芒, 对待王腾的态度, 比起先前明显更加热情了一些。 原来如此, 没想到吴天前辈竟然能在先朝强者几乎倾巢而出的情况下, 经缠脱鞘, 保留有用之身, 吴天前辈不愧是新年神界霸主, 不愧是可以抗衡仙朝的存在。 如今仙朝欲发张扬, 已然丝毫不再掩饰野心, 企图一统神界, 彻底制霸神界, 疯狂征伐, 四面扩张, 到如今, 几乎大半个神界都快要落入仙朝手中。 我等妖族各部, 更是遭受其严重压迫, 艰难度日。 如今吴天前辈归来, 以吴天前辈的手段, 定能阻挡仙朝步伐, 还添下一个太平。 一个赤炎大鹏族的长老目光战战, 颇为激动的道。 吴天魔主昔年之威名, 神界八方震颤。 当年神界之所以要算计吴天魔主, 便是因为吴天魔主的存在, 足以威胁到仙朝的统治, 威胁到仙朝的野心。 家师此番归来, 可不只是要阻挡仙朝步伐这么简单。 十万年前的旧账, 当清算, 王藤目光冷立, 此言肃杀, 力气腾腾, 不含半点虚假。 推翻古老仙朝, 扫灭古老仙朝, 这是吴天魔主的遗志。 当年若非吴天魔主, 就没有如今的他, 他承载了吴天魔主的传承, 也承载了其遗志。 而且, 除了吴天魔主这一重恩怨, 还有当初那上苍古老仙朝这一代的圣子秦长生, 操纵荒土命运, 这笔账, 也要算个清楚。 他之所以如此迫切地上界, 推翻仙朝, 为师尊吴天魔主, 以及荒土那无数生灵报仇。 此外, 他还有另外一桩心事, 那就是复生荒土英烈。 他要登临神道巅峰, 若神道巅峰还不够, 那便登临仙道。 无论如何, 他都要复生荒土的诸多英烈。 当初, 若非荒土的诸多英烈自我血迹, 他早已与所有人一起葬面于秦长生手中。 推翻仙朝, 覆面仙朝, 以及复生荒土英烈, 这是他如今最大的执念。 此刻, 王腾身上, 熊熊立即翻滚, 杀意迎天, 那对古老仙朝深刻的杀意, 恨意, 令酒桌上的赤炎大鹏族的诸位长老纷纷感同身受。 叶时那中年如生, 此刻也不由得目光微闪, 目光盯着王腾, 嘴角不已察觉地扯起一抹弧度。 他淡淡一笑, 道, 仙朝着实可恶, 且些年险些令得吴天前辈生死浑霄, 并且还扫灭前辈所创的摩庭, 此等血海深仇, 的确当清算干净。 我赤炎大鹏一族, 愿意与吴天前辈结盟, 共激仙朝。 不只是我赤炎大鹏一族, 本王还会联系我妖族其他各部, 庶民真相, 暗中组成共激仙朝的联军。 不过, 我妖族各部并不和睦, 要联合起来, 没那么容易, 需要一名致强者。 作为联军统帅, 吴天前辈, 威名更古, 若有他出面, 当可震慑各部, 稳定军心。 不知道吴天前辈, 眼下是否方便生现身, 中年如生微笑道, 王腾心念急转, 不动声色摇头道, 现在还不是师孙出面的时候, 师孙正在谋划一桩大忌, 不能过早现身与暴露, 以免消息泄露, 引起仙朝警惕。 如今外界无人知晓 师孙还活着的消息, 师孙当要在关键时候出手, 给予仙朝一个迎头痛击, 令其措手不及, 一举重创仙朝。 原来是这样, 还是吴天前辈考虑周到, 吴天前辈现在的确不宜浮出水面。 听到王腾的话, 中年如生一脸微笑地看着王腾, 汗手附和道。 王腾暗暗簇眉, 道心五重天心静的他, 智慧更盛, 心思更敏锐了, 感知也更强大。 他隐约间感觉道, 眼前这个赤炎大鹏族的大王, 这位已然迈入神皇境界的爵士大妖, 似乎对他仍有怀疑, 甚至给他一种被其看穿的感觉。 这令他心中暗暗警惕, 一旦情况有变, 他便立即抛出手中的杀手锏, 扫灭赤炎大鹏一族。 至于未来该怎么对抗那意向中的禁忌强者, 未来的事便交给未来的自己去头疼好了, 若是眼前这一关都督不过去, 那还谈什么未来。 然而, 让王腾没有想到的是, 那赤炎大鹏族的这头爵士大妖, 似乎丝毫没有要揭露他的意思。 只见那中年如生继续开口说道, 既然吴天前辈暂时还不能浮出水面, 那要联合妖族各部, 可就有些难度了。 不过请小友与吴天前辈放心, 我赤炎大鹏一族无论如何都愿与吴天前辈同进退, 我也会是努力的去促成其他妖族各部的联盟。 王腾目光微闪, 笑道, 如此甚好。 呵呵, 不过, 吴天前辈暂时不方便现身, 不过小友你作为他的弟子, 当该与我等同行, 游说各部, 你看呢。 中年如生笑咪咪的道, 宛如一个老狐狸一般, 丝毫没有赤炎大鹏族的狂傲与凶残性子。 王腾文言心头顿时明白过来, 为何这赤炎大鹏族的大王分明对他有所怀疑, 但是却不揭露出来。 原来对方是想要利用他是吴天魔主弟子的身份, 去联合妖族各部。 换句话说, 对方根本不在意他是否真是吴天魔主的弟子, 事则最好, 即便不是, 也得伪装成事。 他要借助这一点, 联合妖族各部, 在妖族各部, 获得更高的话语权, 获得更高地位, 甚至弱势野心再大一些, 越是一统妖族各部。 王腾目光闪烁, 一时间心中各种念头浮现, 笑道, 大王所言合情合理, 我自当遵从。 呵呵, 好, 听到王腾的回应, 中年如生顿时大笑道, 有小有同行, 那么此事的成功率, 便是大大增加了。 吴天前辈西年在我等妖族各部的威望, 可是不小啊, 哈哈哈哈, 如今这个时代, 仙朝想要制霸神界, 我妖族各部, 可谓是水生火热, 早就盼望着有人能带领我等, 共谋出路, 颠覆仙朝。 若是让妖族各部, 得知吴天前辈在世, 且有你这样一个优秀的传人, 各部必定振奋不已。 不过, 各部对于小有的身份, 或许会有一些怀疑, 而且我妖族各部的年轻人, 都是一些桀骜不驯的人, 届时各大部族, 可能会以此试探小有深浅。 小有作为吴天前辈的传人, 当能镇压同代, 才可叫他们幸福, 不知道小有有没有这个信心。 中年如生笑咪咪的道, 中年如生笑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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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